我是高冷学霸 万年冰山 直到一个女孩拦住我 众人嘲讽 丑小鸭也陪追求男神 我愣争 心底泛起波澜 因为我绑定了死亡感知系统 这个女孩 一个月后会死 后来 我给了她真心和爱意 她却投入别人怀抱 笑也如花 露霄 我是玩你的 拦住我的女孩 叫有如烟 是隔壁般的女生 听说家境也不好 父母早逝 和奶奶相依为命 她红着脸表白 声音微颤 露霄 听说没有女生能追到你 不应该是男生照顾女生吗 已是深秋 她一山单薄的 冷不冷 笑话洋路从人群中走出 横在我们中间 柳如烟 一照照镜子 看她自己是什么货色 也被追求男神 这位的同学 也开始指指点点 柳如烟不敢反驳 瘦弱的身子立在原地 低着头 执拗地等待我的回应 按照以往 我会背起书包 冷漠离开 这一次 我的大脑飞速地运转 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想法 她那么无助 如果我再拒绝她 一个月后 她离开人世 会不会颓丧地认为 世界太冰冷残酷 都不愿转世 再来这个世界了 平静的眸底涌起风云 我面色冷了下来 一股莫名的情绪放大 她配 我突兀地抛出两个字 声音难掩韵怒 杨露没想我会这么回答 委屈得眼泪汪汪 众人知道 她苦追我一年无果 杨露的迷地 我的室友 许明川一把拽起我的衣领 路霄 你贴影抽风了 喜欢这么丑的女孩 伤露露的心 我一脸问号 你的笑话绿茶 又是什么货色 只能欺负别人 不许别人对她 我夜闲的皱眉 用身子撞开许明川 抓起柳如烟的手 我就喜欢她 怎么了 杨露哭着跑开 许明川对我露出 耐人寻味的嘲笑 追了上去 柳如烟呆呆呆看着我 明亮的眼眸附上一层水雾 这个女孩 给我的感觉 飘渺又轻了 仿佛一簇盛开在冬季的一画 让人忍不出去保护 她的手 很凉很凉 我想了想 脱下我的外套 给她穿上 我第一次认真的凝视她 她根根不愁 眼睛水水润润 好像瘦青的小鹿 皮肤白的有些病态 脸蛋也是小小的 都没有我的巴掌大 奇怪 这一幕竟然有点熟悉 我的心搁灯一下 有些乱的节奏 柳如烟七飞的毛子 慌乱查了一下 转身就要离开 露霄 谢谢你帮我 谢谢 我急了 脱口而出 柳如烟 你不请我吃顿饭 话刚出口 我就后悔了 她没有那么多零花钱 请我吃饭的 可能我一顿下馆子的钱 就是她一个月的生活费 我找了个理由 要去吃食堂的红烧牛肉面 一路上 周围的同学不时议论 那可是陆神爷 竟然和女生去食堂吃饭了 你们不知道吗 陆神刚刚是爱了 她怎么喜欢这么普通的女生 我靠 万年冰山竟然融化了 柳如烟脸皮薄 开始放慢脚步 和我保持距离 到了食堂 她又有些局促不安 手里紧紧攥着饭卡 我大概是猜到原因了 趁她刷卡的时候 我撇了眼数字 消费30元 余额2.9元 她这才松了一口气 我却有些心疼 仿佛深秋的落叶 被一阵大风吹得七零八落 我突然蒙生出一个冲动 而疯狂的念头 一个月的时间 给足她陪伴保护 陆霄 你能做到的吧 于是 我不动声色拿过她的饭卡 放在了自己口袋里 以后我们每天一起吃饭 我负责保管饭卡 她欲言又止 思索了很久 认真说道 陆霄 我们不在一个班 课也不同 会耽误你学习的 我只而指食堂 成窗成对的情侣 淡淡地说 你看 男女朋友不都是这样的吗 其实 我内心早就不淡定了 如果她再拒绝我 要怎么办 柳如颜反应过来 脸上迅速泛起一丝红韵 眼底生出细碎闪耀的光 她不可思议地迎上我的目光 正正说道 所以 高领之花 被我拉下神坛了吗 我笑了 这是什么比喻 不过 是个自己走下来的 心甘情愿 如果你的生活破破烂烂 乱七八糟 我愿意当那个拼图的人 为你拼一个 至甜至暖的事件 倒计时28天 一场寒潮来临 一整个朋友圈都在吐槽洞城口 我脑海里 莫名出现出柳如烟若不惊风 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样子 我破天荒逃了课 让好哥们罗静帮忙带先到 许明川阴阳怪气的嘲讽 学霸起来也逃课 不会是为了男妞吧 我懒得和他废话 往他的心窝子使劲撒烟 爱情学业双丰收 羡慕吗 这就是哥的本事 许明川气急返校 不是 你还真喜欢那姑娘 我着急出去 没过得上回答 只有两个小时了 我要加快速度 在中午吃饭前赶回来 下车后 我直奔商场女装店 各色各样的衣服 看得我头疼 但我还是轻轻挑选 想象找每一件衣服 穿在柳如烟身上 合不合适 他会不会喜欢 当我拎着大包小包 来到女生宿舍楼下时 果然 同学们都裹着厚厚的外套 有的甚至穿上羽绒服 只有柳如烟 穿着单薄老旧的外套 脸单冻得红红的 如同寒风中摇摇欲坠的梨花 不经意间就会落下 还好 哥来了 我拿出一件厚实的羽绒服 给他套上 又选了一顶搭配的帽子 柳如烟扑施一声笑了 陆霄 你怎么买这么多 我穿不完呢 他一向节约 不会铺上浪费 可我一正 久久才回身过来 确实穿不完 柳如烟只有28天时间了 没关系 一天一套 穿得像个小公主一样 我吸了吸鼻子 声音温柔起来 柳如烟 你身上暖和起来了吗 暖了 很暖 他的笑和眼眸一样 亮晶晶的 高冷男神 原来也会这么暖 我一正 望着他笑 我不否认 原来的陆霄 的确是一块荒芜冰冷的高山 是某人靠近了 才让万物奇迹生长 陆霄 嗯 你怎么哭了 没哭 是冻的 草 这天太冷了 柳如烟连忙从包里 拿出一条崭新的围巾 套在我的脖子上 我给你制了一条围巾 喜欢吗 喜欢 也很暖 但看着他发黑的眼圈 我还是沉下脸色 以后不准老夜了 知道了 我们快去吃饭吧 这一顿 我故意吃得很手 把大部分的菜留给了他 他太瘦了 要长胖些才好 回到宿舍 我又点了一份外卖 狼吞虎咽 罗金看不懂我的操作 剑细细的说道 我不是看到你和柳如烟 去吃饭了 咋了 谈恋爱费体力 滚 我甩出一个拳头 倒计时25天 今天的眼皮子有点跳 许明川也怪怪的 破天荒请我吃饭 还要把我关罪 饭桌上 他不停地看着手机 回复消息 看我的眼神也躲躲闪闪 我脑海中莫名跳出柳如烟的样子 我一下子紧张起来 站起身 许狗 你别走我做什么 许明川不肯说实话 我一把夺过他的手机 看到了他和杨露的聊天记录 我的脸沉了下来 果然 杨露故意让许明川支开我 带着一帮人 唯独柳如烟 我立声警告 等我回来再收拾你 走出饭店 我着急拨打柳如烟的电话 无人接听 一种不好的预感 盘旋在心头 几乎是以百米冲刺的速度 我直奔操场 果然 乒乓球势力 柳如烟头发凌乱 跪在墙角 外套已经被扯开了 杨露对着众人炫耀 许明川问陆霄 是不是喜欢柳如烟 你们猜怎么着 陆霄压根没回答 这说明 他就是亡亡而已 众人哄堂大笑 柳如烟抽气发抖起来 不是是恐惧 还是伤心 我想起来了 那天没有回答 是我着急去买衣服 一股怒火被点燃 生疼 仿佛要把我逼疯 去TM的校园霸凌 我陆霄第一次放在心头的女生 能被你们真的欺负 我冲到柳如烟面前 眼神如刀 冷猛盯着杨露 以后再敢欺负他 就是我陆霄的仇人 我有一万种方法对付你 最起码 杨露家的很多产业 都是依赖我爸妈的公司 杨露没想到我会冲进来 脸色巨变 支支吾吾想解释 被我直接吼了出去 带着你的人 给我滚 我扶起柳如烟 才发现他的脸红红的 手掌硬 清晰可见 仿佛挨着耳光的人 是我 活啦啦的疼 我深呼吸 努力平复情绪 没事的 陆霄 我不疼 柳如烟低下头 回避我的眼神 我向他保证 以后绝对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又掏出手机 发了一个全员可见的朋友圈 官圈 各有女朋友了 柳如烟 数秒内 点赞评论满评 柳如烟看着朋友圈 又哭又笑 在我耳盼轻轻说道 陆霄 谈恋爱可以 但是 别爱上我 这算是一种撩拨吗 我的耳朵 红得发烫 倒计时 二十天 那条朋友圈不是冲动 我是故意发的 不只是保护他 也为了让我父母知道 他们的儿子 第一次有了心动的女生 这样 我就能明正言顺的拿钱 给柳如烟治病了 我承认 一开始 我只想给他陪伴 可现在 我想试着你转结局 果然 老爸老妈的电话 轮番打了进来 今晚就要和我们见面 我答应了 我已会的对柳如烟说 我约了两份体检 你陪我一起去吧 柳如烟万分紧张 眼神里甚至有一丝恐惧 陆霄 你快告诉我 是哪里不舒服吗 没有不舒服 只是常规体检而已 他松了一口气 说自己健健康康的 不太想去 我觉得他在故意隐瞒病情 我放下面子 晃着他的手臂撒娇卖萌 你要陪着我 我敢想万一我检查出啥 怎么办 他被我逗笑了 晚上我的胳膊 温温柔柔的说道 你啊 会一辈子平平安安的 酸色 一阵阵涌入心头 我收回目光 侧头望向窗外 天也灰蒙蒙的 掩盖着无人能懂的秘密 柳如烟 我也要你 平平安安 晚上 我们刚走进餐厅包间 我妈就用一种探寻的目光 盯着柳如烟 我拉了拉她的一脚提醒 妈 宁静实现 她会不自在的 我妈甩开我的手 静止走向柳如烟 热情地询问 小姑娘 你是不是穿迷路大院子里的那个 小如烟啊 柳如烟开心地点头 声音带着一丝哽咽 叔叔阿姨 谢谢你们还记得我 我妈喜笑颜开 虽然后来搬走了 但我最记得小如烟 我从小就喜欢她 你能和陆霄在一起 叔叔阿姨真是太开心了 我努力回忆着 隐隐想起 那个玩泥板的年代 是有一个小女孩 一直跟着我 甩都甩不掉 我悄悄地问 妈 那会我是不是经常欺负她 我妈吹着嗓门 喊得门外的服务声 多听得见 哪有 你可喜欢这个小妹妹了 还说长大了要娶她呢 柳如烟也打拒我 对我眨眨眼 对啊 小路哥哥 当年你还送给我一个卡通戒指呢 还记得吗 我爸接过话 不只是戒指 你们还是过家家游戏中 公认的CP 一个当爸爸 一个当妈妈 有很多孩子 可惜我摔过头 记不太清之前的事 我暗暗高兴 认不住嘴角扬起 我小时候喜欢的女孩 又来到了我身边 我也不是万年冰山 我在那么小的年纪 就情多初开了 饭后 我们在花园里散步 小树林里 传来不可描述的声音 我有些尴尬 开启话题 对不起 我没有认出你 你之前应该告诉我的 柳如烟垂下眼眸 由于很久才说到 一直不敢说 毕竟那会还很小 怕你不记得我了 他小心堂皇的样子 让我心疼 我打破忧伤的气氛 那后来又接近我 是不是我魅力难倒 他表情凝结 两久才露出一丝笑意 手指附在唇上 嘘 这是个不能说的秘密 月光下 他美得像个仙子 浑身散发着清冷又纯净的光 我眼中情绪翻涌 克制又虔诚地望着他 呼吸也开始错乱起来 最后难掩冲动 我俯下身 激烈又笨重地吻上他 柳如烟羞涩地回应我 我投于目眩 仿佛是在波浪中的片周 飘荡好久 才缓缓平静下来 掌握了节奏 柳如烟有些难以置信 陆霄 你真没谈过恋爱 我目光沉沉 深意艾雅的几分 没谈过 不过也没什么难的 不介意的话 再练习一次 柳如烟知道我在说什么 害羞地跑开 留下一滴月光 在我心间悠悠荡荡 罗靖说的没错 谈恋爱是废体力 这一吻 把我累得不轻 到半夜 还心神不明 倒计时15天 体检报告终于出来了 结果竟然是 一切正常 我瞬间慌乱 一种掌控不了局势的慌乱 如果不是生病 那他会怎样离开这个世界 自杀 他杀 意外 我排除了前面两个原因 只有一种可能 意外 我计划着最后那一天 一定要守在柳如烟身边 寸步不离 确保他绝对安全 如果一整天平安无事 他会不会逃过命运的安排 我这样安慰着自己 可如果一切都是徒劳呢 我转头问许明川 许狗 如果你知道一个人快死了 还会去爱他吗 许明川一声嚎叫 从被窝里弹坐起来 杨露要死了 我加重语气 假设许明川拍着胸脯 狠狠瞪我一眼 你呀是不是恋爱谈傻了 从时间单位来看 当然是该庆幸 还有时间去爱他 我激动的狠狠吹着他一拳 转身飞跑出去 是有三年 我第一次觉得 他和我在同一个频道上 我给柳如烟发去微信 我在宿舍楼下等你 去吃火锅 怎么样 没想到 他直接拒绝我 陆霄 我约了人 下次吧 我皱眉 竟然是敷衍的语气 与此同时 杨露的消息也跳了进来 柳如烟在和一个男生吃饭 好开心的样子 我点开照片细看 竟然是罗静 我告诫自己不要胡思乱想 去了饭店门口 静静地等着 晚上十点 柳如烟喝了不少酒 跌跌撞撞地走出来 罗静扶着他 两个人的距离 近得可怕 此时 我在理智也气得发抖 一把推开罗静 你给我女朋友吃饭 还惯罪他 罗静不说话 用一种复杂的眼神看着我 柳如烟清醒了不少 把我拉开 陆霄 你疯了 有话不能好好说吗 我能不发火吗 你是我的女朋友 她是我的好哥们 我红着眼睛质问 柳如烟明明是哭了 唇角却勾起一丝轻蔑的笑 他一字一句 将我最后的底气 尽数击溃 他说的是 陆霄我早就说过 谈恋爱可以 别爱上我 那我是什么 玩物 还是小丑 我握着拳头 直接发摆 柳如烟轻飘飘吐出几个字 随你怎么想 都可以 他又变成了清冷的人 仿佛不曾沾染过一丝感情 罗静走过来 还拍我肩膀 哥们 我先送他回宿舍 再来陪你喝酒 于是那一夜 我把罗静灌得鸣饼大醉 也问不出什么缘由 他抱着瓶子坐在墙角 一遍遍重复 柳如烟是很爱你的 如果有这样一个女孩爱着我 该多好 我也喝得直吐酸水 一把眼泪一把鼻涕 大骂女人绝情 柳如烟 如果你很爱我 为什么不允许我爱你 倒计时时天 事实证明 柳如烟不仅绝情 还狠心 我不主动联系他 他却不会联系我 我质问他为什么 他云淡风轻地解释 学习任务有点重 好 你忙你的 我舔我的 我每天舔狗上身 给他买好一日三餐 徐寒问满 为了见他一面 在寒风中哭等数小时 就算他不说话 我也逼逼叨叨不停 校园BBS上 甚至有人专门开了的帖子 论高冷男神 是怎么沦为舔狗的 杨璐也在微信上言语我 陆霄 围着别人赚的滋味不好受 我一直在等你回心转意 我冷笑 笑他 也笑自己 舔狗的深情 总是晦涩难懂 在失望和希望中 遍体鳞伤也甘之如意 柳如烟冷淡我 是失望 我去靠近他 他不拒绝 又是希望 这种文艺的描述 用一个字来形容 就是见 圣诞节的夜晚 社团举行了舞会 罗静问我去不去 我头也不开的沉浸体骸 这种无聊的游戏 小孩子才玩 许明川嘴见的说道 快看快看 填狗帖子有新评论了 今天的圣诞晚会 男神会怎么跪填 我回对 虚狗 你压得不填 人人知道 他是杨璐的头号跟班 风雨无阻 罗静笑抽了 许明川黑着脸 递来手机 别怪我没提醒你 柳如烟也去 帖子留言下面 放了一张模糊的抓拍照 柳如烟穿着白色的裙子 和他的室友 早早来当社团 人群中 他化了淡妆 笑意浅浅 却比任何人都光彩夺目 我瞬间动摇了 合唱卷子 淡淡地说道 为了满足这些网友的好奇心 我去 这服装类似样 我都想说自己 舞会现场 人多得让我窒息 我生平最讨厌这种社交 为了柳如烟 我忍了 好几个女生邀请我跳舞 我都拒绝了 紧紧跟着柳如烟 生怕他跑了一半 舞会高潮环节 现场所有的情侣 一起跳机梯舞 我自然而然地 走到柳如烟身旁 绅士地邀请他 他轻老的目光 却遇过我 落在我身后 下一秒 他静止走向罗靖 主动伸出双手 罗靖愣在原地 我装作看不懂 低声下气地哄他 我们不闹啊 好不好 柳如烟有一瞬间的失神 久久不回答 罗靖到底还是伸出了手 接受了柳如烟的邀请 照然间 爱情 天涯到底是什么玩意 怎么如此玄幻 如此飘零 最后 清醒和理智战胜了一切 我为圆满的爱 就这样吧 柳如烟 记住你今天说的话 别后悔 我攥着拳头 吞下情绪 逃离现场 杨露追了我一路 把我堵在校门口 陆霄 你醒醒 柳如烟不值得你这样 我沉默 杨露靠上来 贴近我 我触电端跳开 紧急地和他保持距离 别靠近我 我陆霄 绝不烂情 杨露气哭了 咬着牙骂我 陆霄 我追你那么久 你为什么不可怜可怜我 可怜 我气笑了 反问 如果可怜 我就能喜欢你 那许明川更惨 你为什么不爱他 说出那样的话 我自己也找到了答案 原来柳如烟对我表白的那个午后 我不忍拒绝 不仅是可怜他 更多的是 我对他有一种莫名的感觉 是我自己想靠近他 杨露 心情好 让我一个人静静 我胡乱地抹去眼泪 引入黑夜 爱意随风起 风止易难平 难受归难受 我不是一个恋爱脑 我虔诚地祈祷 他爱谁都可以 只要他活着 只有十天了 我要好好不数 在最后一天 让柳如烟安全地度过 倒计十五天 让他安全 最好不让他外出 最安心的办法 就是让他陪着我 我也能看着他 我在学校旁边有一套公寓 早早搬了进去 我会假装那天是自己的生日 邀请他来公寓为我庆祝 虽然 他现在和罗静很甜蜜 时不时地发朋友圈秀恩爱 也有甜 你走远的话 我会来找你 这真是我看过的 最深奥难懂的阅读理解 我反复研究着这些文字 研究到彻眼难眠 甚至琢磨出了一种错觉和幻想 这些话 是对我说的吗 倒计十三天 柳如烟真是个疯子 抛弃了我 又来找我 又是一个午后 我刚做完实验 从教学楼出来 柳如烟突兀地出现在我面前 跟了我一路 我的脸冷到几点 行 呼气重斥是吧 无人之处 柳如烟走近我 声音有一次清晰可变的颤抖 陆霄 你现在是不是很讨厌我 我希望 你可以原谅我 我愣住了 满腔苦涩 我不讨厌你 也没放弃喜欢你 只是从浓烈变得悄无声息 他忽然抱上我 疯狂地亲吻我 我没有一次犹豫 激烈地回应 沉沦 失而复得的甜 驱散了心里的苦 下一秒 我重重跌落冷酷的现实 柳如烟之之乌乌地说 陆霄 你能不能给我十万 我 我愿意把自己给你 宛如一把刀子 直直刺在心头 痛感蔓延全身 我紧紧捏住她的下巴 强迫她与我对事 所以呢 有钱就可以得到你 而不是我陆霄 我恨得咬牙切齿 一拳打在墙上 柳如烟的眼泪滴落而下 她哭得委屈 陆霄 这个钱是给奶奶的 奶奶生病吗 没有 那要这个钱做什么 我醋眉 透着森了 其实 我妈私底下和我说过 要我照顾好柳如烟 陆家也会对奶奶照料到底 柳如烟直接跪了下来 声音干涩沙哑 陆霄 求求你别问了 好不好 我可以不问 你如实告诉我 你真的只是玩我吗 虽然我能猜到结果 但还是想再三确认 是的 陆霄 我不爱你 柳如烟呆呆呆地重复 我苦笑 目光暗了下去 一厢情愿 就要做好满盘结束的准备 柳如烟啊 虽然我恨你 恨你招惹我 但我也欣赏你 好不远是 你有种 我掏出手机 给她的账户转了二十万 推着脸强硬的要求 我还有一个条件 后天来公寓陪我过生日 柳如烟哭得一抽一抽 好 我心疼又苦涩 不管她如何对我 其实 当她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 我就心软了 陆霄啊 你这么多年隔绝感情 是对的 爱情让人犯贱 我已经成了一个贱人了 倒计是两天 柳如烟没有说谎 这笔钱 果然是留给奶奶的 柳如烟把奶奶安排到了养宝院 有了更好的生活环境 那天 我默默地跟踪她 她陪了奶奶一整天 给她梳头 泡脚 唱歌 离开的时候 她满脸不舍 再偷偷抹眼泪 真奇怪 梁老渊又不是不让看望 怎么像是再也不见 最后一天 我几乎一夜没睡 早早地就来到宿舍楼下 接柳如烟 还好她没有十月 这一天 注定忐忑难安 深深的恐惧感笼罩着我 每过一个小时 就像过了一个关卡 而我只能卑微地祈祷 再祈祷 到最后 我甚至都放弃切蛋糕了 因为我害怕柳如烟 吃着蛋糕 会不会突然噎倒 然后抢救不及时 柳如烟眉眼浮出淡淡笑意 陆霄 不是过生日吗 难道就这么做着吗 我几乎哀求 紧握她的手 就这样挺好 你陪着我好不好 她的手 还是冰冰凉凉的 那我们看电影吧 柳如烟并不奇怪 我的请求 好 柳如烟选了一部电影 大义是讲述男主是女主后 重新开始新生活 可我一分钟都看不下去 时不时盯着她 是的 我害怕柳如烟 就像电影清洁中一样 无声无息的鼻舞 怕什么 来什么 柳如烟忽然醋眉 捂着肚子 陆霄 我大姨妈来了 肚子好疼了 我分外紧张 赶紧去厨房准备红糖水 热水袋 柳如烟惹了一会 缓缓开口 陆霄 你帮我去买止疼药吧 我脱口而出 万一你有什么意外 怎么办 柳如烟气笑了 你不去买药 我才会疼死 那你答应我不要离开 有什么情况 随时打电话给我 我彻底慌了 百般听住 一路上 我心神不明 和药店店员说明情况后 买了药 三步并做两步离开 隐隐还觉得 似乎有人在跟踪我 不管了 我只想快点回家 见到柳如烟 刚走到路口 我被一个人用力的推开 紧接着 是汽车紧急杀车的刺耳声 和猛烈撞击的声音 路眼处 一个瘦落的身影 仿佛枝头梨花 肃然落地 鲜血染红了白衣 诉说着命运的挣扎和残酷 我整个人战力不止 大声求救路人 有人拨打120 有人上来急救 柳如烟紧紧抓住我的手 忍着痛让我别哭 好好 我不哭 我慌乱地喊醒他 柳如烟 你别睡 我还没有原谅你 他却轻轻笑了 仿佛消失了遗憾 放下了所有 就那么安静的 永远的闭幕了 他的手垂落下来 我送给他的戒指 孤独地掉落在地 我痛苦到发抖 为什么柳如烟会跟着我 为什么他是救我而死 彼时 脑海中飘过一个冰冷的机械鹰 死亡对象 已归位 又一个疑惑的机械鹰发出声响 警告警告 死亡系统被人窜改过 像是在黑暗中 寻觅到一丝希望 我急切地追问 是不是改回系统 柳如烟就可以不用死 系统沉思片刻 理论上是的 但需要窜改系统的人 亲自改回来 我一遍遍卑微地哀求 求求你告诉我 是谁窜改的系统 就算付出再多的代价 陆萧一个月后会遭遇车祸而死 于是我篡改数据 将死亡信息绑定到了自己身上 他年少有为 父母安康 生活富足 以后的人生那么精彩 而我 好像什么都没有 正好 我也想去天堂和爸妈团聚了 我鼓足勇气去表白 去接近他 这是我幼年就喜欢的男孩呀 我什么都可以给你 把生命都给你了 你能不能做我的男朋友 让我在最后十日 也尝一尝人生的天和呢 好不好 他视神又醋眉的 依附生人物性的高冷模样 本来我都不抱希望了 他之前摔过头 对幼年的事记不太清楚了 原来如此 我没有那么失望吗 他从小便是光彩翼翼的样子 长得无比好看 大院子里 有不少小女孩 打扮精致 长得像洋花花一样 可他都不喜欢 只愿意带我玩 后来他们搬家 要去很远的地方 他哭得和杀猪似的 抓着我的手 不肯松开 陆叔叔将他一顿暴揍 他痛得呲牙咧嘴 这些痛仿佛挨在了我身上 火啦啦的疼 我主动松了手 陆霄这才认命了 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 小如烟 我一定会娶你的 因为他的这句话 我熬过了无数漫长的夜晚 也熬过了人生万难 后来 他回到了故乡 和我上了同一所大学 叔叔阿姨创办的企业 也成了本事最大的集团 陆霄成了天上月 让我虔诚的仰望 所以 离开人世的人 不应该是你 后来 他好像真的爱上我 我故意疏离 不想他陷得太深 最后很下心 找了他的室友罗靖 演了一场戏 陆霄 就让我成为你的死亡猎人 谢谢你 给了我人世之暖 志田 你要记得 我很爱你 虽然我死后 叔叔阿姨也会照顾奶奶 但我还是想亲手安顿好一切 我去找陆霄要钱 以我自己为筹码 没想到彻底激怒了他 他红着眼睛 很容易地质问我 是不是只要给钱 谁都可以 我心里好疼 不是的 陆霄 只有你可以 因为我认定 我收到了你的戒指 就已经嫁给你了 我也在后来的岁月里 一心一念着你 爱着你 所以麻烦你了 照顾奶奶的责任 你要帮我一起承担 换做别人 一分钱 我都不会要的 最后一天 我强装镇定 能和陆霄待在一起 死也幸福 他有些奇怪 不吃蛋糕 也不看电影 仿佛在酝酿着生事 大姨妈吐露起来 我痛得迷迷糊糊 陆霄去买药的时候 我浑身发抖 直冒冷汗 一种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 我恐惧极了 忍着痛跟上他 还好 一切来得及 最后那刻 陆霄紧紧抓住我的手 让我别睡 说他还没有原谅我 我笑了 这正是我想要的结果 在回忆里爱一个人 太苦了 还是哼我吧 系统问了我一个 很奇怪的问题 这辈子这么苦 下辈子 你还愿意来认识吗 愿意啊 人生百味 有苦 有酸 有痛 也有甜 有陆霄 方外 罗静视角 陆霄这家伙 我是福气的 样貌 成绩 样样比我强 让我活成了一个陪陈 连我心动的女孩 都愿意为他辅助生命 可他还是有一样不如 我编写了一个 重生系统 死亡系统只生效一次 这一世 你们谁都不用死了 嗯 不用谢 我所到之处 都有女生住住尖叫 不是对我 是对我身旁的陆霄 可他偏偏万年冰山 连笑话都拒绝 有一阵子 我甚至狗血的怀疑 他是不是对我有想法 陆霄想吃食堂的红烧牛肉面 还在我们面前的 是一个女孩 长在了我的审美上 有点像冬日的梨花 陆霄也一直在看着他 眼神如深海 望不到边境 我高级英武般欣慰的笑容 这狗系统啊 虽然冰冰冷冷 残酷无情 也还是植入了一些浪漫元素的 2.9 爱 99 陆霄突然加快脚步 追上了一个人 又是刚刚那个女孩 陆霄很认真的解释 同学 你的卡通戒指掉了 要保管好 我靠 这语气竟然有点 温柔 女孩慌乱的眼眸眨了一下 说了声谢谢 陆霄 欲言幼稚的样子 我一顿操作猛如虎 撩汗的拦住女孩 同学你好 我这根本说 想和你交个朋友 女孩的笑容亮晶晶的 什么朋友 漠然间 我被一个有力的身影推开 行吧 用不到歌的时候 恨不得把歌踹了 怒笑霸道的站着我原来的位置 语气淡淡的说 男女朋友 只有我知道 他表面镇定 内心慌的一批 家人们 谁懂 只装X样 歌真想戳死他